21号至22号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李强 在湖南调研并主持召开 先进制造业发展座谈会 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 在全国两会期间的重要讲话精神 全面落实党的20大战略部署 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 这个首要任务 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 放在实体经济上 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 推进高端制造 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在诸州 李强考察了中车诸州电力机车 诸州硬质合金 湖南山河科技等企业 深入企业的车间和实验室 详细询问企业情况 得知一些企业的产品技术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李强非常高兴 他说先进制造业发展 根本靠创新 企业要大力培养吸引和用好 优秀科技人才 加快关键核心技术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 打造更多有话语权的产品和技术 科技创新的价值和生命力在应用 要促进产学沿用深度融合 推动产品标准和质量提升 加强产品外观设计 以产品创新引领和拓展市场需求 在长沙 李强考察了长沙比亚迪汽车 中国铁剑重工 蓝丝科技等企业 他指出 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 要培育世界一流的龙头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 实打实帮助企业解决困难 大力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 不断增强企业发展新动能 要下功夫拉长长板 补齐短板 在优势领域巩固领先地位 在更多新领域新赛道实现领跑 构建一批新的增长引擎 在先进制造业发展座谈会上 来自全国各地的八家企业负责人 谈了情况和建议 李强指出 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 是我国经济的根基所在 随着国内外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 我国制造业发展面临一个重要关口 我们坚守制造业的决心不能动摇 做强制造业的力度必须加大 要紧紧围绕制造业高端化 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加强战略统筹谋划 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推动传统制造业改造升级 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 加快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 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 要营造市场化 法制化 国际化营商环境 强化支持先进制造业的政策导向 形成先进制造业发展良好生态 李强充分肯定湖南经济社会发展成就 希望湖南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加快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 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 内陆地区改革开放的高地 吴正龙陪同调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